首有飲料倒出香濃奶茶 台湾青年黄亭毅才33岁 担任台湾连锁饮料店 新加坡的营运总监 年薪超过200万 雪白粉源入锅 计时熬煮10分钟 再闷25分钟 才是标准的呆呆珍珠 从SOP到拓点全部靠台籍干部 刚来的时候一天 10个小时以上是跑不掉的 那休假又少 因为新加坡人有时候 员工会生病嘛 那生病我们要自己去贴 小店面调饮浪的手从没停过 二十分之一员工是台湾人 几乎全是干部等级 讲话还有淡淡口音 28岁的庄梦淳 是不折不扣的台湾小孩 来新国八年当上区域经理 管八家店 为了百万年薪 他放弃大学学历 赚钱好像让自己比较有成就感 尤其是可以做管理方面 就来这边想说拼一拼这样 厨房内厂在火炉旁边泡茶 高温下工作 一天工时10小时只是第一关 来新加坡的最大挑战是新式英文 我们等一下先去吃饭 那再去逛街吧 他们就会说我们先去吃鲜 等去吃鲜 你就会想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 财经自愿到异乡打拼 离乡背景从职员变成主管 即使收入三级跳 但工作甘苦点滴都在心头 东森财经新闻成名方张博祥 来自新加坡的采访报导